本期節目由FUNBOX贊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最新的瓶蓋人 就是 這一盒 BOT27的獅獅萊昂 終於在海上漂流了許久 終於來到手上了 那這一盒是第一支飲料品牌公認的瓶蓋人喔 代表的飲料是山德利的CC檸檬 光看這整個合繪啊 真的是完整還原了配色 那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個小知識 山德利幾年前已經退出台灣市場 現在大賣場只能看到一些酒或是其他的商品 目前市面上的CC檸檬是黑松沙士出的相似飲料 所以跟這款瓶蓋人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喔 好我們回到這一盒瓶蓋人 這邊可以看到它是控制型 它的代表語是廣角炮獸王 最大的亮點就是底下有一個可以左右轉的底座 那實際上好不好用呢 我們就趕緊來開箱看看吧 GO 好那麼這個就是它所有零件 可以看到這個黃色真的是非常的亮啊 然後後面這個底座也是非常的大一個喔 本體是這一種透明黃 感覺好像跟玉露似的差不多 這個是它的瓶蓋 然後貼紙的部分沒有幾張 最大的數字是15號 這個一下子就可以貼完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先把它給組起來 好那麼這樣子本體的部分就做好了 這邊的夾彈器跟後面的扳機 跟海賊的部分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本體的顏色拿玉露來比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獅子的是比這個武士的還要再更黃一點 這個相比起來就更像是這種茶的顏色 好那我們接下來繼續把它的盔甲貼紙貼完也把它裝起來 好那我們這樣子就全部都裝好啦 裝好之後呢這個感覺這個中毛啊非常的搶眼 然後底座的部分也是非常大一個 後面這邊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指針 然後這邊都有一個一個的標示 官方使用的做法是把它固定好之後 一手把它固定 然後另外一手可以來做旋轉的動作 然後這隻獅子的手臂呢 它的設計也方便你做單手來發射 可以看到獅子跟中指剛好可以夾在手臂的兩邊 然後大拇指做按壓 另外一隻手就可以固定好下面的指針 然後來做旋轉發射 然後我們從這個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瞄準應該會蠻不錯的 因為後面這個紅色的點 是完全對準前面的獅子鼻子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應該從哪邊來做瞄準 這個稍微練習一下 好像也是可以用單手來做操作的 只是你如果常常轉的話 這個也蠻容易掉下來的 有點尷尬喔 好那我們功能看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幫他做個測速 好我們接下來一樣來測試加壓與不加壓的速度 首先是不加壓 準備321 準備321 18.95 再來第二發 321 18.79 差不多就是這個速度喔 再來我們來測試加壓 準備321 28.03 準備321 28.86 這個手臂的形狀不太容易給手指來做加壓喔 但是你如果用手指旁邊下去壓的話 又發射不出去 因為旁邊每個可以扣的地方 我覺得手指如果比較有力的 應該可以壓到30左右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這樣壓的話 大概28公里就差不多囉 好那我們接下來移到戰鬥場來做其他測試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到戰鬥場 準備來幫他做一系列的標準測試 首先第一關前面有四個瓶蓋 我們的瓶蓋人只能夠站在最中間 靠著做旋轉的方式 來把這四個瓶蓋全部打倒 先把我們的刻度調到右邊的第三或第四格 先調第四格試看看 然後瓶蓋建議都顛倒放喔 因為這樣子發射的時候不會往上飄 好來我們使用單手發射試試 右邊第四格 準備發射 有了 這格子好像意外的蠻有用的 好來我們再來調整到 大概中間偏右三格 準備發射 有 另外一邊的話呢我們也把它調成 中間偏左三格 準備發射 哇 底部沒有壓好滑動到了 好來準備發射 有 調我們左邊的第四格 準備發射 OK那我們第一關的部分就有闖關成功 進入第二關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把難度升級到等級2 這一次呢我們借助一下特技組的道具 等等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六個號碼全部打下來 我們的瓶蓋人一樣也只能放在中間 這個高度的話 再把瓶蓋正放它就會飄上去把它打到了 我們這邊準備了八個瓶蓋 我們來看看這八個瓶蓋呢 能不能把這六個號碼都打下來 來第一發 我們現在能不能打到一號 哇打到二號 再把它調整過去一點 有 接下來第三發 我們來打三號這個地方 沒有 我們再往左調一點 有 有 好那前三個打完之後呢 我們還有四發 我們接下來來打四號 這邊調整一點 go 哇打到五號 調回來一點 go 哇打到沒有倒 最後兩發 有 最後一發 可惜最後一發打過去 這邊有稍微凹進去 但是沒有掉 挑戰失敗 那經過剛剛的測試呢 可以發現 瓶蓋如果把它正常放的話 它真的是會飄滿高的 所以如果要打低的東西的話 記得把瓶蓋翻過來這樣子 這樣才能夠打到低的目標 好我們接下來做最後一個測試 好那麼前面兩個測試呢 已經確定了它的準度 我們最後還是來看一下它的威力部分 前面我們準備了十個秘籍牌類的瓶子 我們這邊也準備了十二個瓶蓋 看看這隻獅子呢 能不能用這十二個瓶蓋 把前面的瓶子全部打倒 來挑戰預備 一發 go 哇這威力真的是不錯 再來第二發 哇過高 再來 有 再來第四發 哇前面那一瓶藍色 不倒就是不倒欸 再來 有 對面還剩下四瓶 可是前面有障礙物喔 有 哇真的是很準 底部平穩啊 瞄準真的是非常好瞄 再來 有 還剩下五發 看來是可以過關啦 只剩下最後一瓶 瞄準 中 前面十瓶標把全部都倒之後 還有四個瓶蓋沒有用到 打起來威力非常的強 而且瞄準也是非常的輕鬆 打起來真的是還蠻過癮的喔 好的看完以上的測試啊 我們來做一個結尾 這台獅獅萊昂作為雞豆瓶蓋人的收官作品 誠意真的算很不錯 要準度有準度 要威力也不差 本身也能夠來裝雷神彈夾 來做連射的動作 所以遊玩性真的是非常的高 這邊就來講一下它的底座了 實用性說起來 跟我們之前拍熬翔獵鷹差不多 真正在實戰的時候 不會用到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瞄準的功能 會定位在挑戰關卡使用 但是這個寬大的底座 不得不說讓發射變得超穩定 所以我會把它當成穩定用底座 大於拿來瞄準使用 射擊的穩定度不會輸給騎士喔 光是這個角就非常的推薦 好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開箱測試 頻道現在有開啟會員 歡迎大家加入會員支持頻道 等人數累積的夠多 會來辦專屬於會員的抽獎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點個喜歡 然後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好 再見 達